中华文明 人类瑰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心心与飞扬 不复兴不断传 世财势被写和写 不思不航不相望 大方心心与飞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 太平 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 网 建国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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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为宪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 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教孩子的学问特别节目 孩子要有好老师 第二集 下 师生之道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这期节目 上集讲到 什么才是好老师 就是老师之道 传道 授业 解惑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要传这个道 这个道里一定有人论 如果老师不能够具备父母的德性 所谓父母的本分 这个都不具备 你所传的不是道 所以现在为什么学校学生教不好 他没有道 道里面 头一个就是人论 五轮在里面 那老师五轮算在哪里 我们请教师父 师父告诉我们 师徒如父子 古来如是 没错过 换句话说 老师不安父母的心 这个学生教不好 我做传统文化的老师 很多亲属都是反对的 这些亲属的就会问我 说你做义工 你做老师 你能挣到钱吗 你买到房子了吗 你有车吗 你这些都没有 就是你看你哥哥 人家我哥哥其实是不听话的 就是很不听话 但是我哥哥能赚钱 人家一年会赚几百万 会买到车 自己开个车就是八十万 就是父母一看 脸上再有面子 还有我有的哥哥也是这样的 虽然不学习传统文化 但人家博士后毕业 人家在大学当老师 这不也很好吗 家里生活也很好 自己还能享受到 你做传统文化老师 你当义工 你什么什么都没有 你早比人家你差多了 家长讲这些话 我们不能说什么 家庭眷属不能说什么 我相信他们是 爱这个家里人才讲这个话 但是 你们想一想 家家户户都说这个话 家是社会的细胞啊 最小单位 家家户户都说这个话 都是这个观念 学校 社会上都是这个观念 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呀 没人想设计为人 换句话说 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 自己受苦 让别人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绝迹了 为什么呢 家里不允许吗 你怎么能这么傻呢 家家户户都不允许 你说可怕不可怕 我们把这个话听明白了 就知道国家领导人 省市县的领导人 应该推行什么教育 伦常的教育啊 现在整个社会举世的价值观 就是个钱 就是个名利 这种教育 天天都在电视 网络 媒体里面 头条 GDP 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钱吗 说白了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招商引资 你得拿钱来吗 得有项目吗 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是吧 我们知道 局势都把力摆在头一位 结果怎么样呢 人都耻于当义工 就像你们这舍己为人 你想想 社会上打出来一个标语 向雷锋学习 可能吗 找一个好人 可能吗 你在这个家都无有容身之地 你有这感受吧 对 确实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回去 一回去家里面就 钱啊 或者是成家呀 都是比这些 你在他们眼中一定是个怪物 对 是这样的 他们不理解 说你回来 就说你穿的怎么 说我四年之前就不穿这些衣服了 你现在还这样 然后有的时候 买东西 比如说会挑便宜 或不舍得花钱 就都不理解 中华民族 简朴 舍己为人 不自私 自己有一些钱财 给穷苦人用 这些美德 都会绝迹 不但人没有了 德行也没人说了 那是可耻的 那是可笑的 那是有毛病的 你想一想 咱们别的不说 民族复兴能实现吗 我们大家把这个听明白了 那有人就问了 你说那个离我们太远 我们反正有房子有车 是不是 我们是要多好 要多有钱 多有钱 好 你能不能 在今天这个社会 找一个例子 说咱们向这家人学习 向这个人学习 他又有钱 又有车 什么奢华享受都有 但是他很幸福 他很太平 你问家秦眷属 你说能不能找一个 有一个就行 找不出来 如果要是有 我们的老祖宗 早就告诉我们了 一定要争名夺利 一定要把利牌子投一位 道义算什么 人伦算什么 一定要看重钱 老祖宗把这话 早跟我们说了 你就知道 圣贤教育 教什么 你看三个字 提出来了 教什么 教什么 换句话说 我能得到什么 那家长会问呢 我的孩子能得到什么 你就告诉他 能得到 一个字 凭 哪里说的 你看 圣贤的经典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天下 是平的 孟子讲 人人亲其亲 长其长 亲人互相亲爱 长辈 像个长辈 我们尊敬他 而天下平 都讲一个平子 这平是什么 太平 你家里要不要太平 你人生要不要平安 都是这个字 你要不要 你富可敌国 你有再高的学历 你有再高的享受 你平没有啊 平里边 太平里边 平安里边 有快乐 有幸福 有吉祥 这三丫 你没有 所以教什么 很重要 能达到什么效果 你看 圣人告诉我们 圣贤教育 千言万语 无非就是一个太平平安而已 太平指天下 平安指人生 和睦 指全家 和平是这个意思 周一群精之手 周一里怎么讲 父父子子 胸胸弟弟 就是父母像个父母 儿女像儿女 这个兄长像兄长 弟妹像弟妹 夫夫夫妇 丈夫像丈夫 妻子像妻子 而家到正 正家 而天下定义啊 天下太平了 你看看 他把家的幸福 天下的太平 都说出来了 就是五轮 你看 父子 是吧 长幽 夫妇 君臣 朋友 都说出来了 根基是在父子有亲 所以我们还要向大家 推荐一本书 叫小学极解 这本书呢 是朱熹朱父子 他编辑会要的 里面就是讲 我们给孩子 到底教什么 那么小学极解 这部书啊 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里边呢 也有一个问题 有的部分呢 他对佛教啊 有很多微词 有这个攻击毁谤 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受影响 这是作者非常错误的 所谓人无完人 我们曾经专门请教过师父 这怎么办呢 师父说 只看他对的就可以了 千万呢 不要被他误导了 这个注解是清朝 康熙年间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 叫张伯行 这位老先生 他做的注解 大清官呢 这是 对 这本书里的第一章 立教里面 他就讲 立教就是 我们要教什么 对 那他就讲 说当年顺王 他在推行五轮教育的时候 他曾经说 我为什么要推行五轮的教育 对 因为现在百姓不亲 哎 人和人之间不亲爱 对 无品不逊 五种伦常关系之间 他没有尽到本分 对 所以我们要推行五轮的教育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五轮的目的 就是让人和人之间互相亲爱 那么要互相亲爱 就必须在五轮的关系里面 大家都要尽到自己的本分 嗯 换句话说 教什么 是手段 方法 而得到什么 那是目的 得到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哎 家家和乐 天下太平和平 这个你要不要 所以你要跟你的 这个嘉心全书讲啊 哎 有钱 有车 有房子 没有太平啊 那有人讲了 我这不挺太平 你慢慢看 哎 走着瞧嘛 那历史就是走着瞧 一边走一边记录下来的 五千年的历史啊 你去看 凡是争名夺利 追名 这个逐利的 有没有好结果 家败人亡 人为什么不亲了 跟前亲去了 见到钱 比见到父母高兴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家里边能幸福 你慢慢看 老师 现在不是说单单我家属会这样认为 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 小学六年级 学生写作文 作文的题目是 我的理想 结果这个作文收上来之后 大家的理想是什么呢 当大官 住豪房 坐豪车 当土豪 当吃货 当什么 吃货 就是能吃到好多东西 满脑子都是吃的 能吃到三只海味 什么都能吃到 这是 小学上作文啊 对 吃货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呀 在我们这个年代 那骂人到了几处啊 这人是饭桶吃货啊 现在 这是自己的理想 小学六年级 其他同学是什么反应 这篇作文呢 得到全班同学的共鸣 也就是说全班同学 理想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作文呢 我们就想到前一端 电视台在街上采访 你幸福吗 幸福吗 到处去再问 幸福没有了 这幅图像 事态炎凉 我们就看 是当今人心 最鲜明的一个写照 大家为什么没幸福了 为什么没幸福了 就是你这篇作文的答案 为什么呢 人都被误化了 人要有人性 家亲眷属天天讲的都是钱 在过去 我们常常讲 别老把那个钱挂在嘴上 太难听了 这不是傻 他保持他的人心 保持他的人味 过去我们那个年代 不要太古老 说这个人坐在这 张嘴闭嘴 总说钱钱的 人说这个人 没什么人味 不是骂他 是提醒自己家里孩子 可别跟他靠近 难道我们这个年代错了吗 我们那个年代出了很多好人 在我们的那个年代之前的好人更多 现在好人越来越少了 你去问问家亲眷属 你钱很多 房子很大 是吧 你很出名 好 你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这个人士 没什么好人 你幸福何来 所以电视台上街到处 你幸福幸福吗 为什么去问呢 好人没了 人为什么都不好了呢 就是刚才讲的 被物欲 被贪沉吃蔓移 被财色名利 站满了 他不像人 你能说 这是一条好路吗 所以现在 那你说 为什么现在家家户户都这么说 都迷了 为什么迷了 没人说正经话 如果说 各大媒体 省市县 从官员 到媒体 通通都说正经话 都说五轮 五常 四为八德 恢复人性的教育 人本来的那种亲切的教育 父子有亲是本来的 人性本有的 恢复这种 人性本有的这种教育 人怎么能不亲切 人怎么能活得没意思呢 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听说 自杀率很高 人觉得活得很没意思 什么原因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今年四十多岁 他呢 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 也开着茶叶庄 生活呢 非常的优越 那么 他就跟我讲 他说现在 活在这个社会上 很没有意思 我就很惊讶 我说怎么 说这样的话呢 他说 因为人和人之间 出了钱 没有别的事 他说像我们 这些亲属之间 家亲眷属之间 也是这样 大家没有心情 去想亲情这回事情 如果没有钱 那大家就不互相来往 有钱才会 有来往 有话说 对 才会有话说 有共同语言 他说即便是你对他 有情 他也无心在回应你 如果跟钱没有关系的话 我告诉你 就是跟钱有关系 好像大家都有共同语言吧 感觉更差 为什么呢 你争 我都勾心斗角 互相利用 你死我活 对吧 大家为利在一块 共同语言 就这个吗 好像是挺和睦 利益没有了 他才懒得搭理你 利益有的时候 我得让他少多点 我多点 互相利用 这能给人带来幸福吗 人跟人之间 都是什么关系 都是真的关系 都是真的关系 他怎么能幸福呢 利字党头 不讲人伦道义 所以自古以来 古人告诉给我们 正其一 不谋其利 难道这话错了吗 如果这个话错了 那我们现在人 为什么活得越来越 没意思自杀率那么高 一家人打成一锅粥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利益 所以你看 你的家亲眷属教 咱们全家人都有钱 都有钱 下一步就是你死我活 争 确实是这样的 老师 我家里面真的有 这样悲惨的例子 家里面这个儿女 为了争夺房子 就老人嘛 有房子 几套房子 结果三个儿子 其中二儿子 没有争到这个房子 这个二儿子呢 就跟爸爸妈妈 就不说话了 也不去了 结果这个老人呢 心里面就是难过 每天都难受 最后这个老人怎么样呢 喝农药自杀了 真的是这样的 喝农药自杀了 到死的时候 这个老人还不瞑目 还在心里面 还难过 还不瞑目 然后这老人去世之后 几个兄弟姐妹 互相不来往 都是以利为目标 没有利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说 如果没有五轮的教育 没有人道的教育 钱越多 灾货来得越快 人死得越早 因为争得太激烈了 白热化了 人的物欲 一旦被勾引起来之后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 轮肠啊 这个亲情 他就受到破坏了 我举一个 我妈妈的例子 我在这里 举这个例子呢 也是想 帮我妈妈呢 消业障 当然在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妈妈并没有 这个 没有太多的过错 但是呢 确实是她做的 她也是奉命行事 那么在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我妈妈在大学图书馆里面当管理员 这个藏书非常的丰富 他们每天工作很忙碌 但是呢 那个时候就兴起了经商的风潮 向前看 向前看 各个部门呢 要搞创收 所以呢 他们这个图书馆的负责人呢 也就号召大家要搞创收 图书馆搞创收啊 对 那怎么搞啊 他们卖啤酒 啊 卖啤酒 给学生和老师出售啤酒 哎呀 对 图书馆改成小卖部 对 就我妈妈 他们这个办公室的窗口 正对着 学生的 这教学大楼的出口 所以他们就开辟了一个窗口 在这个地方来卖啤酒 然后呢 到了月底的时候呢 就根据这个月的收入 根据每个人的工作量 卖出去多少 然后大家呢 就有分红 那个时候 我妈妈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才几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 那么 每个月分到的这个分红呢 可能有时候多的 会达到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 那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笔不少的数字了 但是因为 有了分红以后 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变得很微妙 大家呢 就开始互相攀比 说他分的多 我分的少 或者是 这个 是不是谁拿了大头 谁又拿了小头 谁吃亏了 对领导有猜忌 对 大家之间的关系 就不像之前那么纯洁了 所以呢 烦恼也就随之而生 经常会有 发生矛盾的 不高兴的 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你讲这个事情 我们就很想问 大学的图书馆 那书肯定很多呀 管理员忙 忙什么呢 忙他的本分 来教授 来学生 来借书 也好 什么也好 他有做不完的工作 现在呢 是卖不完的啤酒 那你想想 这个时候 买啤酒的人排队 借书的人排队 管理员该干什么 我相信 他一定会讨厌 那些借书的人 等会儿 这些人让他们等着去 赚钱重要 为什么 领导要求啊 是不是 领导让你赚钱 你着急干那些事情干嘛 本分就不要了 这一个例子 我们不要小看 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刚八十年代末呀 现在多少年过去了 你就知道 人为什么不能按守本分 再说一句话 社会为什么会乱 为什么 钱嘛 人人都不按守本分了 而且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 警察创收 对吧 各行各业 历师 法官 医院的医生 是吧 你想他看到病人 看看他 哎 一问 不高兴 为什么你得的病太轻 对吧 你怎么不心想 你怎么不得重点的病 我这有贵的药子 往外卖 我好提池啊 我说的话 你们好懂吧 那医生还叫医生 换句话说 还叫人嘛 肯定是这种心态 所以我们看这新闻 医患纠纷 为什么高 人人都不按守本分 只记得钱了 你说 救死扶伤的人 现在都盼着 你怎么不生重点的病 多来几回 你说这社会能好吗 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我们讲 伦常道德 没人讲了 把钱摆在第一位 家里的这个事情呢 让我受到了一个启发 就是人的本分 一旦失去了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 这种亲情 他就会受到破坏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 学生知道是什么 学生该按什么样的心 才能够学有所成 成胜成贤 我想答案很简单了 老师做父母 那学生肯定不是做朋友啊 对不对 肯定是做子女了 子女之道 有现成的弟子规 对吧 弟子规说的已经很详细了 入则校 那就是对老师 师父常常给我们讲 古大德 尤其是印竹 告诉我们 一分成精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精 得十分利益 师父老人家说 万分成精 得万分利益 换句话说 学生 孩子 对老师 要是没有 相当的 成敬心 恭敬心 他是绝对学不好 那现在问题就提出来了 你们这三个伴助人 怎么回答 什么问题呢 现在的孩子 都不孝顺父母啊 是不是从两三岁 你们看到的就有啊 这些孩子 怎么让他能够 安守学生之道 先对老师有恭敬心 有孝敬心 像对父母一样 你们怎么能做到啊 首先呢 是需要让这个孩子 来以侍奉父母的礼节 和内容来侍奉师长 通过这样的训练 让他能够达到 成敬的这个结果 他说的这个非常关键 换句话说 当这个孩子 还没有恭敬的心 他甚至都是一个 小混账 小祖宗 在家里边 他是飞扬跋扈的 不怕 用什么方法呢 用礼教 是不是礼教 对 让他行为 身体先做到 你慢慢的 他能影响到心 这就是礼教 对 比方说早晨起来 见到了老师 那么这些小同学 要给老师请安 是行跪拜礼 要给老师磕头 问老师早上好 那个手要放到老师的脚上 接足礼 这一接触 他慢慢的 那个谦卑 恭敬的心 他就生起来了 你不能远远地磕头 那是不可以的 是吧 他们跪在老师的面前 把手 双手放在老师的脚面上 然后呢 额头贴在老师的脚面上 然后他们就会 祝愿老师健康长寿 祝愿老师到夜早晨 同时要念十生佛号 这个礼节是早晚 都要行的礼节 这个礼节好不好 你们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吗 从斯里兰卡 我们陪师父老人家 出访斯里兰卡 当地的学生 上学之前 要给父母跪下来 磕头 回来 要给父母磕头 我们看上之后 脸上无光 很惭愧 我们礼仪之邦 中华民族 这是我们的礼节 你看人家 斯里兰卡 佛教国家 人家都在做 所以师父在 开示的时候 跟我们讲 你看看人家做得多好 师父这一说 我就往心里去了 别人我不知道 回来 我就告诉给 学校的学生们 早晚必须要 向父母 向老师问爱 这是学生之道 恭敬心 落实 跪在那个地方 我们比斯里兰卡 还要提高一步 时生佛号 恭恭敬敬 爬在那里 阿弥陀佛 尤其是那个学生 那个头磕下去 木板地能磕出声音来 他不是很用力 但能听到声音 他自己内心都受到震撼 周围人看到之后 那么整齐庄严的一世 天天如是 早晚不辣 对自己是最好的 孝敬心 恭敬心的教育 大家请注意 大家请注意 学生 学生 全身 给老师 请安 阿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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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老师的教导 祝愿老师健康长修 到夜早上 一心念阿弥陀佛 那些孩子 每天见不到家长 你们怎么办呢 孩子们每天早上起床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对着父母的照片 行跪拜礼问安 对着照片 行这个问安礼 他们心里 就是想着父母的恩德 眼睛看着父母的样子 然后嘴里 也是念着师生佛号 然后把自己最真诚的那种祝福 然后说出来 晚上也是这样 那你说这个孩子 他在家里根本不懂得孝敬 没有恭敬心 用这种方法管用吗 这种方法非常管用 这个孩子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 这种礼教的教育之后 礼节的教育之后 他们侍奉师长 慢慢的他对长辈的这种感情 就建立起来了 什么感情呢 就是他天然的和长辈 很亲近 然后呢 他天然的会关心长辈的 这个健康不健康 长辈高兴不高兴 长辈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所以这些孩子 他的这种孝敬的心 慢慢都会恢复起来 有一个小男孩 因为他在之前在家里面 爸爸妈妈对他非常的宠爱 那么他来到这个学校 看到老师管教这么严格 他心里面就怨恨老师 怨恨老师呢 他因为是小孩子嘛 所以他比较幼稚 他就会想 我要故意的做错事 我要故意的这个犯错误 让老师生气 好早一些把老师给气死了 他有这种想法 几岁 七岁 你看 要把老师气死 你看他安的什么心 我们也要求他 每天早晨晚上给老师问安 同时呢 还有安排他去侍奉老师 饮食起居 比如照顾老师吃饭 比如说照顾老师起床 给老师叠被子整理房间 这些事情都安排他去做 做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以后 这个孩子呢 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给老师准备洗漱用具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里女老师多 他会把这个老师 平常用的这个抹脸的油 他喜欢用什么 他平常都用哪几样 他都记在心里面 然后给老师都准备好 摆放在老师的这个牙背的边上 老师就问他 说你怎么知道 给老师拿这几样啊 他说我每天我都记得老师 拿的是哪个 用的是哪一个 还有呢 他有时候看到老师吃饭吃的少了 这顿饭吃的吃了半碗 他就会去问老师 老师您是哪不舒服了吗 为什么今天吃这么一点饭呢 因为他在旁边侍奉老师 他看到了 所以这个孩子呢 他慢慢的 他也恢复了自己 人性本善的那一面 就是通过礼节的教化 通过侍奉长辈来达到的 你们听到 怨恨心 这么重的一个孩子 两个月就转过来 通过什么 礼教 这师父教过我们的 所以恭敬心 他有落脚点 他不是一句空话 学生子弟之道 就是恭敬心 恭敬心在哪里呢 你看弟子归礼 朝起早夜眠吃 问起对事物宜 进必去退必吃 通通都是恭敬心 包括头一句 父母呼应勿怀 父母命行勿来 父母教须静听 父母则顺承 勿怀 勿来 静听 顺承 合起来就是个精子 就是恭敬心 投四句吧 没说别的 孩子怎么成为孝子 靠这个 啊 精 孝敬的精 学生怎么能成就 也是这一个精子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女同学 今年是14岁 这个孩子呢 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她的妈妈给我们讲的 孩子没有来我们这边之前呢 这个孩子在当地是很有名的 有名在哪里呢 每天长辈见到这个孩子 就会问这个孩子 你今天 气你妈妈几初啊 就你今天 惹你妈妈生气几次 就是每天这个孩子 都会惹她妈妈生气 而且这个孩子呢 她没有笑容 每天都是不高兴的 都是嘟嘟脸的 而且呢 是跟她妈妈是顶着来的 那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呢 刚开始也是 要让孩子明理 你要把道理给她讲清楚 第二呢 就是 她在跟老师的相处过程中 老师的身体力行 对她的这种 严父慈母的这种教育 她能够切身的体会到 老师是爱我的 第三呢 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些 洗礼仪 这些礼教 去让她去做 虽然说刚开始呢 她可能不是心甘情愿的 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慢慢慢慢的 她会就有很大的转变 那前几天 就是这个女孩子 有一天我正在看书 她突然就从楼下跑来找我 她说老师 你快上楼去看一看 我说怎么了 她说 我们老师好像感冒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老师感冒了 她说老师刚才在房间 一直就是哼哼嗓子 一直这个嗓子好像痒 说好像是感冒了 说你快去上去看一看 这是其中有一次 还有一次呢 这个孩子过来找我 说老师 今天老师中午 这个午饭 很多是没有动的 吃得很少 说是不是老师身体不舒服啊 或者问我 说老师 这个老师在上火的时候 我们要给老师准备什么 这个孩子从最开始 每天得气他妈妈起初 一直到现在这种状况 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换了一个人 对 你说靠什么 所以过去 我们有相当年龄的人 都有这个印象 封建礼教是吃人的 吃人的 现在我们发现 西方的价值观 讲平等 吃人 真的是这样 把这孩子都害死了 你看你们 这里几期节目 你们所讲 这都是你们学校里的 幼儿园里的孩子吧 是吧 你看要气死老师的 要气死父母的 是吧 都刚几岁 家里都是小祖宗 这都是 溺爱吗 西方人教的吗 是吧 话又说回来 老祖宗所教的 不是这个 用礼教的方法 弟子规把他讲得很详细 一举一动 都有规矩 通通都是把那个静 给他做到 你说他再是一个小混蛋 冷漠 自私 眼里没别人 没关系 你们刚才讲的都是科学实验 用这个礼教 这一实验 人都教好了 说明什么呢 你看举个例子 我在06年 我是第一次去卢江参观 到现在八年了 我那是第一次 在汤池 直到鞠躬 我说这是古礼 这古代听说过 现在没有过鞠躬 平生这一次 师父老人家的实验天 我到那去 真的学大家 我们都是游客参观的 鞠躬 我有什么感受呢 这个躬居下去之后 你那个心平气和的感觉 就出来了 你对这个人多怨恨 多讨厌 你给他鞠个躬 你这一直起来 好像没原来那么恨 所以我在节目专访的时候 就跟师父老人家 报告过我这个体会 礼教的力量 你可不知道 所以说大家见面 双手这一核实 你不要小看他 那就是不一样 这个样子 就是恭恭敬敬 对人礼敬的意思 对吧 那西方人拥抱 拥抱那是情职 对吧 你能体会 他其中的意味 你看 我们老祖宗 留下来这些礼节 问讯 在佛法教问讯 大众教 九十多鞠躬 这一个工具下去之后 那个傲慢心 就要少很多 对吧 那要是磕头呢 那傲慢心就没多少了 所以早晚这个问案 太好了 我这个 每次出差 离开父母 我都要给父母磕头 见到父母 给父母磕头 应该的嘛 为人子之本分嘛 所以说 全在一个恭敬 这个恭敬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你去慢慢去体会 你交给他什么 他都不能够得到 他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 他心里边满满的 牵受益满招损 他觉得自己了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演 你在词 不管用啊 真的不管用啊 所以说 一定要在家长的配合之下 家长告诉 老师 你好好的管他 一定要让他 恭敬心培养起来 这是明白的家长 确实是这样 有的时候 确实是 老师言跟词 不管用 因为老师这边 用尽心血 教这个孩子 妈妈在看到孩子的时候 就说 老师怎么教你的 老师有没有批评你啊 我看看屁股 有没有打你啊 然后你跟妈妈 说说心里话 就这样的 一下子就把孩子 跟老师的心 给分离了 那么孩子 在看老师的时候 就感觉是 我跟我妈一条心 然后把老师 当作外人 这样的话 孩子也很难受益 好像是父母 在保护这个孩子 实际上在害孩子 所以我们上集讲的是 师道 师道就是你们一方啊 学生之道 子弟之道 为什么呢 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对吧 他还上面还有个父母吗 他是想有恭敬心 那父母一句话 行了 你这半年白教了 恭敬心 白培养了 早晚问安 白磕头了 其实老师不需要 他磕那个头啊 他需要 教育需要 要想把他培养 成圣成贤 需要 没有恭敬心 根本就不行吧 现在有几个人 知道恭敬心 我们再看看 世间的教育 大学 中学 小学 幼儿园 甚至在家里 说平等 那还算是客气的 那都是小祖宗啊 那谁说的 爷爷说的 我的小祖宗啊 你看 他都嘴上都叫啊 是不是 那爷爷像什么 像孙子 孙子像爷爷 他都是颠倒的嘛 现在学校 谁敢管学生啊 你试试 而且有一个家长 他就跟我们反应 他的孩子呢 在家里面是学习 传统文化的 见到父母 见到长辈 要鞠躬 这个孩子到学校的时候 见到老师鞠躬 老师就说 你别弄这套 你鞠什么躬啊 从哪学的 就是韩国人 日本人 他们跟他们学这些 做什么呀 就老师不让做 这孩子慢慢的 在学校就他自己 他自然而然的 他也不去做了 也不去鞠躬了 我曾经专门 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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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先给你摆在跟前 让你知道 这个记住了 最重要 那恭敬心 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们大家体会 恭敬心 它有很多意思 在里面 你慢慢体会 什么叫恭敬 你在行礼当中 你能感受到 学生给你们 敬礼的时候 你们能感觉到 感觉到什么呢 恭敬里面 有谦卑的意思 所谓 卑己而尊人 这叫敬 那这调过来 那就是傲慢 那就是不敬 平等都不行 一定是什么呢 卑己而尊人 卑己尊人 每个人程度不同 所谓指弟子礼 那就是大礼 不是朋友礼 为什么呢 弟子对老师 那个礼越重 换句话说 他地位越低 就像这个茶杯一样 把它打开 里边装满了水 把这个水 倒一点 倒一点 他里边的水越少 就是心里装的东西 越少 怎么样 越好浇啊 空杯子才好吗 所以说 谦卑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心里边什么都没有 只有老师 空杯子好浇啊 好装水啊 空杯子好装水吗 所以师父老人家讲 他老人家有这个成就 讲经说法的时间 超过释迦摩尼佛 五十六年 在当代 举世工人世界宗教界的领袖 敬足 大德 没有不崇敬的 那怎么来的这个成就呢 师父告诉我们 当年 他去跟黎炳老求学 黎炳老师老师 三个条件 头一个 你过去所学的 我一概不承认 换句话说 你过去所学的 你赶紧忘掉 把你这杯水啊 怎么样 倒掉 清空 第二 我不让你看的书 你不准看 换句话说 别的水不许往里倒 对吧 不许接触 第三 只准听我一个人的 别人的不许听 只许我这胡啊 你这里边倒水 师父老人家讲 这一听老师这么教 哎呦 这个条件提出来 你学不学吧 哎 师父说 好 哎 一定学 丽冰老师 我这个有期限 五年 师父没等到五年的 三五个月 就有感觉了 哎呀 真好 这个办法 就是把这个杯子 清空了 真好 哎 他受益了 五年之后 师父说 我跟老师 请求 再学五年 他受益了 后来一问 其他的这些法师 感情都是这个方法 学来的 所谓古法 这就是什么呢 学生知道 换句话说 哎 阿南 问师父 吉兄经理的话 从明师授接 然后怎么样 四个字 专信 不犯 专是专一 信 他说的 我都相信 不犯 不能改变 老师 我们发现在这个 小学集结里面 张博行老先生 对这个 敬的定义也是 心无二言 也是 那是您讲的 这个意思 对呀 就是啊 所以说 你就去体会 这个行礼的过程中 他就有 对老师那种 砖 信 补饭 都在里边 这不是佛经说的吗 哎 人怎么能成就啊 佛告诉大家 从明师授接 明是究竟明了 他不是有明的 那个意思 真正通达明了啊 哎 碰到这样的老师 你能够一信归命 专信不犯 那个是 恭敬心的 全部的表现 所以为什么拿这个杯子 当个比方呢 哎 大家好懂 你去体会 恭敬 礼教这个行礼 这个恭敬心呢 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让自己这个杯子里的水 越少越好 换句话说 让你心里边的东西 越少越好 他有这么个意思啊 哎 千杯千杯到空到无 好了 那你就是百分之百的恭敬心了 那换句话说 用印祖的话 你就是百分之百的收益了 这个好懂啊 哎 所以 我们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师生之道 我们就看出来了 老师 有老师之道 学生 有学生之道 哎 每一种道 都通人伦 对吧 不通人伦 他就不行 换句话说 人伦都通人心 你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 啊 这个孩子不听话 那个孩子很忤逆 通通都改过来 为什么呢 人性本善 他怎么能启发善呢 哎 用那个礼教 哎 用五轮的头一轮 父子有亲 这就很好啊 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都非常重要 但现在最要命的是 我们不知道 什么样的老师 才叫名师 做家长也好 或者是 这个学生也好 他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的老师呢 标准是什么呢 我觉得呀 像这样的问题 只要把我们这个节目都看下来 从头看到 答案就在里面 我们所有说的这些 我们年岁都不答 算是年轻人吧 所说的全是古法 古法可信 依照古法去找老师 不会错 哎 依照自己的之间 那很有可能会出麻烦 哎 不但现在说好老师难找 哎 真正有好老师在你面前 你不认识 为什么呢 你不懂得其中的原理原则 所以要看我们这个节目 道理就在这 我们把这个圣贤的这些经典 都把其中最精要的部分拿出来 哎 经过你们这么多年的教学 哎 有实践 有理论 有方法 有力证 我们都合盘供养给大众 天下的父母 哎 老师 班主任 都想看 你看了之后 你自然就知道 哎 总之 一句话 要找的这个老师 要有诗诚 今天师父讲经还提到 诗诚太重要了 就他跟谁学的 他所讲的这里边 是不是句句都要有诗诚 这个太重要了 现在人因为不老实 说有诗诚 有人讲 我是跟老法师 电视里边学的 对 你仔细听他说话 不对 那好多话都是他自己的意思 现在这样太多了 看似有诗诚 不是啊 过去要说有诗诚 那还了得了 那事关 你的老师的 声望 地位啊 你敢说 你是他弟子 那真的是 世人得公认 得到这个程度 所以现在很多人讲 我们是某某人的弟子 传人 这个还是要慎重 本身 郝老师就很少 那么传承者 那就更难得了 世间的学校 不讲这个呀 什么诗诚 通通不懂 为什么呢 他教的是知识 知识这种东西 师父告诉我们 太多遍了 他有后遗症 不是智慧 恭敬心 就是学生之道 弟子之道 他那个恭敬心 直接通自信 自信恢复之后 有无量无边的智慧 这就是恭敬心的 要害所在 为什么天天让这个学生们 都修恭敬心 弟子们必须要行这个礼 说实在话 我们有时候还有那个体会 挺麻烦的 真的是你要做什么 你就得必须顺着这个礼 等于是老师在成全学生 他在床上躺一会儿好不好 真累呀 这是实话呀 但是这个礼不能缺 学生来给你行礼 你就要像个老师的样子 在学生面前 让学生看到 他的恭敬心 油然而生 其实那时候老师已经很累了 都想把眼睛闭上 真的是这样 但是不行 学生来 来行礼了 你能不教吗 你忍心不教吗 所谓 教不言 诗诗读 小小不言的 忽略掉了 你懒读 这是实话 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 但是呢 他这一行礼 对这个学生 可太有好处了 一分成精又增加了 又增加一分 他就得一分利益 时间长了 他会明信见信 小悟 大悟 大彻大悟 师父讲 那他就真的是 彻罚敌愿 什么都知道 什么经典拿过来 他都明了 这叫开智慧了 可了不得 所以恭敬心 就是开智慧的 最关键 真正是最关键 世间法 他不知道 世间的大学 哪知道这个 我看很多 那个书里边 教授 专家 学者 博士生 导师 鼓励学生们 互相批评 指责老师 争得面红耳赤 老师在那还自得其乐 西方价值观受害者 老师不止这样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要给老师打分 学生给老师打分 对 学校给我们发 来评价 这个老师怎么样 学校让的是吧 对 学校来 每个学生评价 你们要知道 这种做法错在哪里 他不讲理 为什么呢 学生给老师打分 说明学生比老师得高 要不然他没资格 对不对 对 你们都打什么分 我们就会觉得 拿一个来衡量 我在期末考试的时候 老师他要给我一个 考试范围 这个考试范围呢 他要是能给我及格了 那我来年 给老师评价的时候 我是高分 他要觉得他不给我及格 给我的考试范围比较小 那我考试不容易过关 这个老师我就不太喜欢他 另外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老师要看学生的脸色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 他如果不看学生的脸色的话 学生会 大家一起把老师给 就是罢免了 我不用他了 学校再给我换一个老师 民主投票 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上课 那老师会看学生的脸色呀 愿意听什么 还给你说一些什么 想听 给你多讲一会儿 不想听 就不讲了 考试的时候 把范围给你一画 再几道题去背吧 过关了 不挂科就可以 我这么跟你说 你别说你身上的小毛病 你的大毛病 你说你去偷东西去了 你去吸大麻去了 我是老师 我看见 跟我没关系 为什么 我要是管你 得罪你了 你给我投一票 你联合大家 把我罢免了 我是靠这个吃饭的 老师不会干别的 他就会教书我 他靠这个养家糊口 他能拿自己身家性命 开这个玩笑吗 你吸毒 你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想一想 就这种方法 就是讲民主投票 这种方法 这都是西方人教的 所谓还引进大学 学校里都推广 好 你用这个方法 老师不想当老师 真正的老师 他不想当 大家都是在这 你好 大家好 所以你知道 人心他就坏了 学生呢 更不可能安守 学生的本分 那多难受 谁愿意弄这个 所以老师不想老师 换句话说 什么原因呢 富不富 自不自 五轮的教育 没有了 谁让你这个 对吧 一切都是厉害 所以说 在这种功利的 这种理念之下 不可能成就人才 知识都学不到 老师 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种教育 感到痛心 我们看到圣贤的教育 不能够在社会上去推广 去落实 感到更加痛心 我们有宝贝 我们有好人 所以说 到底是哪一种好 摆在面前 我们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特别节目名字叫 学生要有好老师 好老师为什么没了呢 就是现在你说这种大学 中学这种制度 淘汰 一定把好老师淘汰掉 我们在中学时就这样了 初中三年 换三个班主任 就学生联名把老师给辞掉 到了高中 化学老师拿我们没办法 这个老师是很优秀的一个老师 是我们学校高薪把它聘请过来的 教化学 最后老师拿我们没办法 就说 同学们 你们想睡就睡吧 困就睡一会儿 等你们醒了之后 你们再听课 就是你们别扰乱课堂秩序 你们就先睡一会儿 就是这样来对待学生 好像是求着学生 我先依着你 顺着你 这样来教学 他怕什么 学生联名 把老师辞退了 我还看过一个新闻 一个学校 我不记得是校长还是老师 跪在主席台上 给全校同学说 我求求你们好好学吧 求求你们怎么着 他这样做对不对 我相信学生看不起他 为什么呢 就好像是 我们这个论坛上 画家 他们这个汇报一样 妈妈是跪在女儿面前 我求求你了 她的女儿说什么 你早点死吧 房子就是我的了 就没人管我的了 到后来 她的女儿 照样 对这个妈妈 没有恭敬心 所以说 师道尊严 现在人都不懂这个了 家长不都在求孩子吗 跟孩子商量吗 这都是西方人教的 讲平等 什么事 不是父母教徐静廷 是儿子教徐静廷 学校里是学生教徐静廷 你想想 把人伦全部破坏了 看着好像是 哎哟 好像是 挺感动人 你看着妈妈老师校长都跪下了 完全错了 违背了师生之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办 这个老师要把家长请过来 你这个孩子给多少钱 贵贱不就 你千万别说我有钱 到这来没那个 老师不要钱 你们这学校都不要钱吗 是 对 从古以来 师父老人家就讲 两个行业最受人尊敬 在我们中华民族 头一个 老师 没有说伸手要人钱 你富家的可以多给一点 穷家的 有时候老师还给学生补贴 他不是以这个盈利啊 牟利没有啊 还有个是一生 这都不是说 靠这个赚钱 中华民族 伟大的老师 伟大的一生 全世界都在我们这 绝无仅有 师生之道 说到最后 不能占钱 不能占力 不能占名 跟这没关系 这就对了 所以你们说 到哪里去找何老师 明文立扬 边都不占的 又有师承的 哎呦 那可是 不容易找得到 所以我们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传统文化 这个教学的行列里来 现在最缺老师啊 有一个好老师 他可以教多少多少好孩子 真正民族复兴 必须要有好老师 为什么呢 他能传承圣贤的教育 没有老师 没有人红到 传到授业 解惑 没人 这是我们现在 最最着急的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节目 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 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 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 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 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 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 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 六时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